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会去检查一下 就是前五天我嫁接成功之后的龙眼 然后切断之后,带序育苗的装画 看今天已经怎样 可以我们看这些是飞丹莲屋的嫁接 成功的第二年了 OK,我们看这边 我们看这里是佳鸡 现在这个地方,这个伤疤已经快包满了 这个地方了 OK 然后这边这些屋呢,就是粉红的 粉红的莲屋 上面我已经加接了这个飞丹莲屋的 OK 这里,我们看 这边是加接的痕迹 OK 现在我们会看一下 这个红宝石龙眼 我们看 前几天我已经把这些靠街的地方已经拿掉 OK 啊,今年呢,我就会让这两个巴勒稳定的发展 不会再加接了 啊 OK 这几年,这几年我都是 它长出来之后,我就把这几个加接 啊,我们看 这个冬天,所以我们看这个枝条是 我看,因为它的 平时呢,它都是红宝石颜色 可是可能是冬天的问题哈 太冷 这个又变成这种黑黑色的哈 然后椰子 有一点哈 啊 不像红宝石的哈 可是其实呢,都是红宝石的哈 OK 现在我们会看一下 上司 剪掉之后的 靠街的猪条会什么样子 我们看这边柠檬已经 莱花了很多 然后有些已经 在带果 然后有些 也是比较搭的果了哈 OK,这样子 然后这边是这个木瓜 前几天我惊醒假接 可是没有把椰子的剪掉 它户尾可是上面都OK的 然后我们看这边就是 前几天 嫁接 之后移到这里 去玉苗的装画 好 我们看 这边哦 其实上次我有 啊 切了八 八个枝条 然后 今天有看一个有四个 一 一二三四 有四个已经 枯萎掉 啊 那就是坏掉了哈 OK 坏掉的部分了 啊 现在只剩下 啊 只剩下这四个而已 OK 这几个呢 这几个呢 我也只是 这样剪哈 主管的这样剪 可能里面都还没密合 这四个呢 都已经密合起来了哈 所以 经过五天的时候 它的这些椰子都 完全都还没有变丝哈 好 所以 目前的话 啊 啊 啊 这个架接呢 算是已经成功 现在是 还 开始 啊 转到这个 啊 啊 育苗 啊 的阶段 好 OK 我们看 这边 啊 这些 啊 啊 上次因为我是好街嘛 所以 我这个袋子都还没打开 我是想哈 在锅 一段时间 等稳定的时候 我才打开 啊 这几个 啊 OK 我看 这里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这样子 因为红宝石也是一种特殊的龙眼 所以我 啊 我们就是要 珍惜 这些哈 我看 像现在上面的啊 这几个地方 底下的 这几个 如果有 芽萌发出来的时候呢 大家最好是 啊 要剪掉哦 OK 要剪掉 支流上面的这几个而已 因为上面 这几个呢 它就是 啊 可以维持 啊 上面的这几个新的 新的 芽点 因为我们看 这上面都是刚刚 啊 浩街成功 所以它现在很需要养分 所以我们 如果看到有 底下的这几个地方 有冒出一些色雅 我们就是要拿掉 然后也全部养分都养上面 这几个哦 OK 这样子 看一下 OK OK 这上面我已经把一些椰子 已经剪了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部分 我们不能让它留太多椰子 因为留太多椰子会消耗很多养分 像这几个我们也可以拿掉一些 不要留太多了 我们只留一些而已 OK 我们看上面的这几个芽也正在开始粘开来 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 上次我 我剪掉的 那些浩街的枝条呢 一般已经坏掉 因为坏掉不是没有成功 而只是我 我主观的 没有观察啊 因为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 我要通时间 我剪差一个 那其他我都剪 这样子 然后时间 这次的话 我也 剪的有一点早 因为 才一个月的时间而已 我已经剪掉了哈 一般我都是 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 可是啊 这一批呢 我一个月时间我已经剪掉 然后终于呢 已经坏掉了一半 看 啊 啊 只有一个成功而已 OK 看怎么看 啊 这几个呢 我会一秒一段时间 然后我会 啊 啊 直接啊 种在现场 然后有些朋友 啊 在台湾的朋友 有订 订货的话 我就会 用快梯啊 来啊 寄到台湾去 啊OK 这批的话 我再看这几个呢 啊 我先一秒一段时间 然后 啊 才可以 转给大家 OK 我这次又准备啊 进行 啊 第二次的假期啊 因为啊 啊 这几天还是 啊 过年放假的期间 啊 所以我 还不好意思啊 做好多的工作 目前也是啊 先休息一段时间了 啊 在 过一个礼拜之后 我才开始 我的这个 嗯 工作 啊 新年快乐啊 祝大家 新年身体健康 精彩 金堡了更多 希望大家一直 支持我的频道啊 然后我会 尽量没事 来个新的视频 我会跟大家分享 其他的更有价值的啊 技术哦 再见咯